另外也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在新北市板桥街角边 有个卖麻糬的小摊子 老板是聋哑人士 他没有办法大声的招揽生意 只能够靠写字跟顾客沟通 就这样独立来抚养念国义的儿子 当然生活不轻松 诺贝称为埃及艳后的艺人马友荣 听到了他的故事之后很同情 今天下午特别来客串一日店员帮忙做麻糬 希望吸引更多的客人光顾 埃及艳后马友荣戴着手套 忙着把麻糬裹上花生粉 他并不是转行卖小点心 而是特地来帮麻糬摊览客人 因为老板余先生是聋哑人士 全靠双手做麻糬抚养国义的儿子 他很乐观 然后也很努力的在工作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还蛮值得让人家敬佩的 然后也是希望说 大家可以多多过来这边交官一下 因为聋哑不容易跟客人沟通 余先生最惨一天只卖三颗麻糬 有时候还会被警察开单 马友荣听到他的遭遇觉得很同情 希望号召网友一起来帮忙生意 余先生则用手写告诉记者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靠双手去打拼赚钱 让小孩好好念书 一边也要存钱买房子 短短几句话写出身为父亲的坚强 以及爱子心切的真情 我个人也是蛮喜欢吃麻糬的 对啊 就是刚好这一家 这样子他就过来买 觉得他们自食其力很辛苦 父子俩 然后小朋友很孝顺 然后都帮忙父亲卖麻糬 那就是说希望能够透过网路上的分享 能够让大家一起来跟他们捧场一下 连客人也觉得很感动 还有网友帮忙设计招牌 父子骑麻糬 老顾客都晓得 要用这块老板DIY的手写板来点东西 也成为板桥文化路边的特色小摊 民事新闻王一仲黄信如 新北市报道